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大势不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画笔对决 达文西与拉斐尔的经典对话 二 舞台上的节拍对决 泰勒与米高基训的舞王之争 三 荧幕上的女神对决 凯瑟琳 贺本与英格利 包曼的优雅之战 那么我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笔对决 达文西与拉斐尔的经典对话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艺术史上的一场精彩对决 这不是拳击比赛 也不是骑士对战 而是一场用画笔进行的较量 主角是两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 达文西大师和拉斐尔小伙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两位选手的资料 在左边 我们有万年不老的达文西 他不仅是画家 还是科学家 发明家 工程师 解剖学家 雕塑家 建筑师 简直就是文艺复兴的瑞士军刀 而在右边 年轻有味的拉斐尔 他的画风 清新脱俗 人物形象美得让人心动 被誉为神的画家 这场对决的舞台 是罗马的梵蒂冈公 当时 教皇朱利诺二世 决定要重新装饰他的套房 于是他找来了这两位大师 达文西负责的是 教皇的私人书房 而拉斐尔 则是负责相邻的接待士 达文西开始了他的作品 战争与和平 这幅画的构思宏大 充满了动态和戏剧性 但达文西大师 似乎有点过于追求完美 进度缓慢 而拉斐尔则是画出了 雅典学院 这幅画展示了 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理想国度 画面和谐 色彩明亮 人物栩栩如生 传说中 拉斐尔偷偷摸摸地 去看达文西的作品 然后回去修改自己的画 这就好比是在考试中 偷看天才同学的答案 不过 达文西大师似乎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发现了拉斐尔的小动作 但并没有大动肝火 反而是在自己的画中 加入了更多创新的元素 最终 达文西因为各种原因 并没有完成他的作品 而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则成为了历史上的经典 这场画比对决 似乎是拉斐尔赢得了胜利 但实际上 两位大师 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了后世 他们的每一笔每一画 都成为了艺术史上不朽的篇章 所以 各位 下次当你在欣赏这些大师的作品时 不妨想想他们之间的这场画比对决 这不仅是技巧的较量 更是智慧和创造力的火花碰撞 而我们 就是那些幸运的观众 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 欣赏到这场艺术的盛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舞台上的节拍对决 泰勒与米高基训的舞王之争 各位观众 学生们 舞蹈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场 史世纪的节拍对决 一场在想象中才会出现的舞台对决 泰勒 斯威夫特 泰勒斯威夫特 与流行之王米高 集训 Michael Jackson的舞王之争 首先 让我们来设定一个虚拟的舞台 想象一下 时光机器真的存在 我们把泰勒和米高 都带到了一个豪华的舞台上 观众喜满是来自不同时代的音乐爱好者 他们都在期待这场跨越时空的表演 泰勒 斯威夫特 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歌手 以他的故事性歌词 和多变的音乐风格闻名 他的舞台表演总是精心策划 从视觉效果 道夫装变换 每一个细节 都只在讲述一个故事 当他在舞台上轻轻摇摆 或是率领一群 舞者进行编排精密的舞蹈时 观众总是能感受到 他的魅力和对表演的热爱 另一边 我们有米高 基训 一位舞蹈和音乐的革新者 他的每一次表演都是历史性的 他的舞步 尤其是那个标志性的月球漫步 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 米高的舞蹈 动作既有力 又充满节奏感 他的每一次旋转 每一个动作都无比精准 彷彿他的身体 是由音乐本身操控 现在 想象一下这样的对决 泰勒用他的吉他 开始了一首旋律优美的曲子 他的舞蹈 是温柔而充满感情的 就像是在讲述一个爱情故事 观众被他的情感所打动 但就在这时 米高以一个强劲的节奏登场 他的舞蹈充满了爆发力和技巧 让人不禁屏息以待他的下一个动作 泰勒可能会用他的歌词和旋律来吸引你 但米高会用他的节奏和舞步来征服你 泰勒的表演像是一首诗 而米高的舞蹈 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在这场虚构的对决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两位艺术家风格的碰撞 也见证了音乐和舞蹈 如何跨越时代与文化的界限 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无论是泰勒的叙事 还是米高的节奏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 影响了无数的歌迷和舞者 最终谁是舞王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 因为在音乐和舞蹈的世界里 每一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王国 泰勒和米高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君主 用他们的才华和热情征服了世界 所以 亲爱的观众 当你下次欣赏他们的表演时 不妨想想这场虚构的节拍对决 并且记得 在舞台上 每一个节拍 每一个动作 都是一场小小的革命 而每一位艺术家 都是那场革命的领袖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荧幕上的女神对决 凯瑟琳 赫本 与英格丽 鲍曼的优雅之战 当然可以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 荧幕上的女神对决 一场充满风采与魅力的优雅之战 凯瑟琳 赫本 凯瑟琳 与英格丽 鲍曼 鲍曼 英格丽 鲍曼 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女神的战绩 凯瑟琳 赫本 一位美国演艺界的传奇 以她的独立 坚强和不安排力出牌的形象著称 她是奥斯卡史上 获奖最多的女演员 共拿下四座小金人 而且 她的风格总 是带着一股 不羁的自由气息 仿佛在说 规则 亲爱的 那是给其他人设的 另一边的战场上 占住瑞典的国宝 银格丽 鲍曼 她的美丽 与才华横跨欧洲与好莱坞 她的风格更为优雅 含蓄 她的眼神中 似乎总藏住一个秘密 让人不禁想要探索 她也是奥斯卡的常客 三次获奖证明了 她在荧幕上 无可匹敌的魅力 这场对决 不是在红地毯上 也不是在颁奖典礼的舞台上 而是在每一次 观众坐在昏暗的电影院里 目不转睛地 看住他们的表演 凯瑟琳以她的 《非洲皇后》 《The African Queen》 和《风云人物》 《The Philadelphia Story》 等经典之作 展现了她的多面性和深度 而英格丽则以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 和《加斯登下》 《Gaslight》等片 让使人见识到 她的细腻与强大的戏剧张力 这场对决的趣味之处在于 虽然他们从未在 同一部电影中共同演出 但他们的每一次演出 都像是在对彼此说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的风格 凯瑟琳的每一次 不羁的微笑 英格丽的每一次 深邃的眼神 都像是在进行一场 无声的较量 而幽默的是 尽管他们在荧幕上 如此风光 但私下里 他们都有住 自己的挑战和挣扎 凯瑟琳在早年的好莱坞 被认为是漂房毒药 而英格丽则 因为一段轰动的婚外情 而一度成为公众的眼中钉 但这些都没有阻止 他们成为荧幕上的女神 反而增添了 他们故事的层次和深度 最终 这场优雅之战 没有真正的胜者 因为凯瑟琳 赫本和英格丽 包曼 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赢得了永恒的光芒 他们的对决 不是一场竞争 而是一场庆典 庆祝女性 在荧幕上的力量和魅力 所以 下次当你在看 他们的电影时 不妨想想 这场女神之间的优雅对决 其实是对我们 所有人的一种祝福 所以 亲爱的观众 这些对决 都是艺术史上的经典 他们不仅展示了 不同领域的巨匠们的才华和创造力 也让我们意识到 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无论是画笔上的对决 舞台上的节拍对决 还是荧幕上的女神对决 这些都是 在展示艺术的力量和魅力 每一次的对决 都是一次探索和寻找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 不同风格的碰撞和交流 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和欣赏 这些伟大的艺术家 这些对决不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场启发和沉思 让我们思考艺术的本质和价值 所以 亲爱的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对决和这些艺术家 有什么看法 请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